藝術 各位同事我們現在開始繼續上課 繼續上課 大家好 繼續辛苦 還是繼續吞 這樣稍微看事情 繼續打招 鼓勵自己 鼓勵沙利也沒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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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就是說 因為你們 大家就是有鼓勵一起打拚 這個都是上天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來為我們今天的新的目標 我們看看 除了我們初級班上課以外 我們還是要繼續來進入到高級班 那有的是高級班以後再初級班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你們調配不來 那沒有關係 那意思是我們繼續 有空的時候 再到我們會館再繼續聽 要聽幾次 一拜 兩拜 三拜 五拜 四拜 都可以 看你自己的時間 看你自己的時間 或是在你的地方 或是你自己的州裡面 參加 參加 參加說明會 參加說明會 參加 論眾的行動 那 逼處 學習 那這樣的話就會增加 對台灣民政府的一個印象 特別是法理論述 那法很清楚 那秘書長講 跟我們講的 征服者 或者是佔領者 不能移轉主權 這是戰爭法很清楚的規定 戰爭者 戰爭者 今天的次要的戰爭者 中華民國 因為 台灣是英國的土地 台灣是中國的土地 一部分 是對開羅宣言 這個開羅宣言 簡單 簡單講就是 只是意想 意象而已 意志而已 英文是intent 是大家這樣的方向而已 那 一個memo而已 但是有一個條件說 好 既然這個三個領袖 要把台灣 歸給中華民國 有這樣的默契 但是 有請命嗎 有請命嗎 沒有 當然都不敢保證 因為那是作戰時期 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 所以大家這個memo是 沒有敢確定 是不是 後來就是這樣 那 有一個要求 那蔣介石也講得清楚 那我們就不能 從侵犯他國 剛好1946年 太羅宣言是1943年 然後1946年 1月 6月25號 的時候 韓戰爆發 美國很聰明 美國很聰明 我剛剛所講的美國聰明 為什麼 讓美國沒有親自佔領台灣 他只不過委託中華民國 是不讓中共 中共中國人 真正合法的中國 拼吞台灣 因為失去了太平洋最重要的戰略方 台灣 所以他不 不願意受傷自己 委託 剛好是中共跟國民黨作戰內亂 但以後國民黨失敗 所以美國就抓住這個機會 原來國民黨要到越南 但是越南一看到中國人 因為他們已經很清楚中國的文化 中國人的敗壞 中國人的貪污 中國人的懶鬥 所以拒絕 那他們就尋找了第二個地方 爛台灣 所以來到台灣 只不過是美國 利用蔣介石這個集團 堵住中共不要侵入台灣 除了這一點 最重要也是 讓這個蔣介石呢 來到台灣以後 當然一定會養他的軍隊 那養他的軍隊 他一定會買武器 那一定會向誰買 一定會向老闆買 就是委託的人 老闆誰人 美國 所以美國 賣給中華民國的武器 或 中國美國說 我們的武器是非常先進的 儘厚 結果 原來我們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人家差不多的 我在當兵的時候 我是飛彈基地的 在林口這邊 好聽的是 本來是每年 飛彈的測驗練習 然後到我那一年的時候 兩年 本來兩年一次 那每年一次就變成 做實彈射擊 我是飛彈雷達 追蹤雷達戰的操作手 我本來那時候 我的班長說 要送我去美國半年 因為飛彈 整個很多英文的 因為我是神學院的學生 那時候 我們基督教神學院 讀書到兩年 三年 你的年齡到了 你的學業要停 要去當兵 所以我就去當兵了 那後來我說不行 我將來一定是當牧師 我才不要 我不要去美國 原來我們還有機會 台灣民政府執政的時候 我們有機會去美國了 這樣好不好 有相信嗎 秘書長講說 兩個月的時間可以休息 可以循環 那時候就一比一的 正台幣跟美金 哇 這樣好 一定會改變 所以這樣的 飛彈追蹤雷達的時候 我們兩年一次 就好聽的是說 實彈射擊 實際上就是要 淘汰射擊 淘汰射擊 因為已經那麼多年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留下來的那個 飛彈 我是勝利 勝利女神的那個 滿場的一個飛彈 所以這樣年年去花費 為的是要淘汰 不然的話就花費更多 所以好聽說 實彈射擊 那我的心容說 淘汰射擊 所以那一段的時間 就可以看到說 原來美國有這樣的用意 把一些他要淘汰的 當然他不敢講說淘汰 就賣給中華民國 都要用台灣人的血汗錢 去買美國的武器 不過將來台灣 我們的秘書長講得非常清楚 敖拜 台灣有錢 那時候我們做更精密的 跟日本更精密 而且別的國家向我們買 這個有可能 因為把真正的人才 因為國家有錢 我們政府有錢 將來是最好的 怎麼知道將來台灣有錢 要不 你們講一個兩個原因 不必 不必 國防預算 對 這樣好 好 還有最重要的是 不必什麼 Made in China 我一看到 都是Made in China 我一看到 我有買東西Made in China 我一看到Made in China Nothing made in Taiwan 這個Made in Taiwan都沒有了 台灣民政府就說 改變 都是Made in Taiwan Nothing made in China 這樣好嗎 天啊 而且這個都是真正有根據 秘書長都他們調查得很清楚了 所以今天我們繼續 就是因為你我參加參與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們做了更偉大的工程 那今天我講的一體兩面的中華民國 的確是不只是一體兩面 是是而非啊 請求這樣 也是那邊 在這裡 一樣 要看著人 還是看著鬼 所以都 如果 看人 就說 人 話 跨鬼 我有一點懷疑這一句話 你可以看到鬼嗎 有了 中華民國了 好 我們把這些的整個的歷史 我想大家都清楚 我不必講那麼清楚了 那今天69年我們參加這樣的 是因為我們在做偉大的工作 是因著你 是因為你的存在 因為你的投入 因為你的參與 因為你的奉獻跟犧牲 整個都會改變 那這樣的改變呢 有一個 因果的教育部部長 他講了一句話 真正偉大的人 就是 你讓人做更大的事 意思是說 因著你影響他人來做更好的事 甚至影響其他的人 所以為什麼管理 管理法 有一句話說 二加二 四四八 八六六三四二 這樣去推動 就是要讓影響 你不只是你一個人 更影響其他的人 有一個你單親的 美國教會的一個主日學的創辦者 就是所謂的成人成長班 就是大人的成長班 他在從四百五十名 然後到那是在過了二十多年 一九三三年的時候 就已經進入到六千個人 那他不只是在教會裡面 他跑到大學的地方找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呢 原來將來是成為那個州的最重要的人物 來推動州的工作的方向 所以今天我們也是一樣 可能一個而已 或是兩個而已 一個兩個也不要緊 一個點點也不要緊 你做螺絲的工作也不要緊 你做老闆也不要緊 你做任何的工作 都是有價值 只要肯定自己有價值 只要肯定自己有價值 你做的工作一定有他的價值 這樣好嗎 好 所以今天我們看看 那不只是整個 有一個死懷者 有聽過嗎 他有四個博士 醫學博士 音樂博士 然後哲學博士 他又是一個基督教的神學家 他寧願把這個最好的奉獻給非洲 所以影響了非洲的國家 那不只是這個死懷者 馬丁路德金 馬丁路德金 這個是黑人的一個牧師 也算演說家 我們昨天 去年或前年 我們都去看這個馬丁路德金的 路德金 他的雕像 我們看他們在演說的地方 整個看到他的故事的時候 真的是把黑人的地位 轉換為肯定自己的地位 別人說什麼 那是他們的嘴 口說的 應該要學習 別人的話語 要自己 不要影響自己 你自己做 你自己的方向 就可以 不去聽信謠言 那今天 我們的秘書長 真的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也不會輸給這幾個偉大的人 秘書長 他在 十幾年前 在中國辦學校的時候 你們知道我們秘書長的故事嗎 小小的故事偷偷都給你們聽了 我也從他口中 因為我們最近三年前有時候 我會跟秘書長一起睡通鋪 因為有幾個不好意思 他們開玩笑 你做牧師的 你要為秘書長祷告 所以你要陪他一起睡 不過秘書長真的很辛苦 三星半夜都在拿手機 然後看有時候是美國的一些的消息 就告訴秘書長 他在中國辦學校 從小一直到高中 他在四川省 差不多用88個的高中生前幾名 網羅這個88個學校前幾名的學生 來建立一個學校 辦學校 教育的學校 他秘書長 很好心 他希望 因為他以前的想法說 既然中國是我的祖國 那我盡量栽培 整個中國的年輕人 像毛澤東一樣 那麼聰明 就想不到 在辦了十幾年當中 差不多十年十一年的時間 那有畢業以後 高中畢業以後 有的考上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 交通大學 所以老共幹 他們嚇一跳說 到底誰辦這個學校 怎麼那麼厲害 因為沒有聽過的學校 竟然考上那麼好的 北京大學 南京大學 這整個的大學 幾乎都是有秘書長 辦的學校的畢業生都考上 然後就查查查 查到李登輝 所以那時候當總統的特使 跟秘書長 一起有來往 因為他們一定會找台商 那時候秘書長也算台商 那 老共呢一發現說 哇這個林志生 這位先生 他是李登輝的 哇這可能又 一定會拿我們的情報啊 就開始調查 我們秘書長的背景跟身份 最後 發現刁難了 秘書長所辦的學校 整個的老師主任 刁難以後 這個要罰款 這個還不夠 反正老共 一般的公安人員 就像一般一個警察 就可以動用學校的財產 他們一般的公 不必經過主任主長級的 你一個人當警察 那你就可以 撈更多的口 撈很多的一些流水帳 所以就一直 一直抓來抓去 結果秘書長說 欸這個不對勁 最後就四個公安人員 就一直監督秘書長 在一個旅館 差不多一個多夜的時間 被看管了 那秘書長沒有辦法進進出出 所以他也想到說 那就不要辦學校 也被 等於算說被老公沒收了 那應該是 將近三億多的人民幣 那在那種情況之下 他就想到說 生命才是寶 那財務是另外的 所以他就想盡辦法 那最後這個四個公安照顧他呢 那他發現說 可以抓住機會 那最後就剩下兩個 表示說這個林某某 滿聽話的 就剩下本來四個改為兩個 公安人員就照顧他 那有幾次 那秘書長就會給一些 一些津貼或是小佣金或是一些的幫助 100塊人民幣 50塊人民幣 300塊人民幣 結果那個公安人員說 不要那麼多 這個秘書長說 你要照顧你的家人 所以在那種情況 一段時間一個月左右的時候 等於這兩個公安人員就沒有懷疑 秘書長的一些新的想法 那有一天 他說我出去一下 去打個電話 趁那個機會 溜出來了 溜他 不是先坐火車 先包車 然後到一個縣 到一個縣又坐巴士 那但是也不能坐 另外反正他就想盡辦法 一直到上海 把他的一些的財產 做一些的管理 做一些的處理 然後也不能從上海坐飛機到台灣 因為他的證件 都被沒收了 那最後到廈門 那廈門的時候那個偷渡 專門偷渡的人說 蛤?你是台灣人? 偷渡到台灣 是不是我聽不到 是不是我聽錯了 台灣人偷渡台灣 這個不是真的吧 應該那些 別人 別的國家偷渡台灣 然後那些賣飲的幾個小姐 也是偷渡到台灣 這個多的是啊 中國小姐 都是因為偷渡的原因 然後就馬上給五萬塊人民幣 結果 再給他補十萬塊人民幣 等到我回來的時候 我再給你十萬塊人民幣 好高興 結果一看到 到了金門 我嚇喘了 他一下子 砰 就到 超到胸部那麼深的水 哈哈 都噹噹 結果 啊這樣的時候那個 坐船的老闆 走掉了 祕書長他也不知道說 到底是金門還是 阿門還是 也是中國的 他也不敢認清 因為很暗 很暗啊 就說啊沒關係 然後就在那邊走走走 一個小時以後就 水是慢慢淺 很淺 結果他的皮血呢 也透掉了 都是泥糟啊 那這樣抬起來 當然皮血也被拉住了 那最後連那個 襪子也破掉了 然後也最後他的腳底也被殼 被被殼弄傷了 他真的沒有辦法走了 他有一個 一條啊 就是柱子在那邊 用手帕頂上他這個 背面的 然後他就向上天禱告 他自己解釋說 上天啊 假如 我花了那麼多的錢 在中國辦學校 我真的不甘心 但是生命寶貴 假若你真的給我活的 我半輩子 我完全義工治工 奉獻給台灣 他這樣的禱告 沒有派手啊 我們應該鼓勵我們的秘書長 真的 他生命完全的擺上 然後他就 很多信心在他圍繞著 結果 一看到遠遠的地方 還有點亮著 亮著 這樣慢慢走進來 一看就是 軍隊跟警察 因為他曾經打電話 就沒關係 然後這個 弟弟就透過議員 然後就再透過金門 他們就找到 為什麼會找到我 結果那個 警察和那個軍隊說 我們看到你頭上有亮晶晶啊 他的光圈才看到你來到這邊 結果有一個 因為秘書長很累了 他沒有辦法走路 誰幫助他 幫助 等於是 扛著 不是背了 就牽著他的肩膀 誰 他說高砂主 身體壯壯的 所以今天高砂主 也是蒙秘書長的愛戴 也是因為他講說 那時候真的高砂主那位青年幫我很大的忙 所以他決定 他不會拋棄高砂主 所以為什麼 傳統領域歸還高砂主 然後土地自己管理 這也是他生命最寶貴的 所以一個生命能夠活下來 一個林志森博士 影響了我們整個台灣民政府 所以他很謙卑的 常常講非常謙卑 我們的秘書長說 不是我一個人告美國 是228個人告美國 然後他現在講 不是只有228個人告美國 是說我們台灣民進富的人 控告美國 你看 他把功勞交給大家 這意思就是 大家的責任 繼續來 圍到 爛台灣民進富 我們看看這個 這個都是9 有一個字是8 看你們發現在哪裡 看你們發現在哪裡 1 2 3 4 5 6 7 8個 已經找到了 好這是一個數字 差不多1129個字 包括這個8 這個數字呢 他們在玩game 在玩遊戲 實際上我用這個遊戲呢 圖表來告訴我們 你可能是 八的一個而已 你可能周圍都是中華民國的人 壓制你 把你當做小郎 把你當做瘋子 但是不要緊 你還是可以做更大的事 那所以我們了解 中華民國 是是而非的政權 他只不過在聯合國26年而已 那時候1912年 成立中華民國的時候 國共還沒有 共產黨還沒有成立 所以他們 他們說 國父是 孫義仙 那是中國人的國父 是不是你們的國父 無關 都沒有關係 什麼國父 所以這個改變 這個觀念 我們就要改變 當初的 你看 毛澤東 美國的貴賓 幫我拉下來一下 這是鮑威爾 前任美國國務卿 在2004年的時候 說了一句話 台灣不是可以相由主權獨立的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一個國務卿講的這一句話 就是代表一個國家的發言人 所以很清楚 在我們回到韓戰爆發 1946年6月25號的時候 韓戰爆發南北韓 那剛好美國也很聰明 抓住那個機會 因為很清楚 蔣介石講過 我們不會攻擊他國 剛好這個韓戰爆發 毛澤東 毛澤東周恩來 他們就發動這樣的 韓戰爆發 以後呢 實際上 本來就是國共在那邊爭 爭取說哪一個是真正的中國 代表 所以美國就 控告中國 侵占 侵略韓國 那這個 這個案呢 在聯合國做討論 那討論的時候 結果 就 在 一樣的 一九 在 中國也派了 吳全 九個人小組 他們也 進入到聯合國 去控告美國 說美國 侵略台灣 結果 在聯合國在討論的時候 聯合國就告訴中國說 好啊 那你要拿出證據啊 說美國 侵略台灣 然後台灣是你們中華民國 中國的領土 你要拿出這樣的證據啊 從那時候一直到現在 有拿出證據嗎 有拿出證據嗎 有沒有拿出證據 一直到現在沒有 所以非常清楚 在幾年前 習近平也是一樣 2009年 他到了 日本天皇 他說我們中國有錢了 我要買台灣 他跟日本天皇講的喔 我要買台灣 就日本天皇說 我們的東西我們的土地 從來不賣給人 所以 清清清楚楚 台灣不是中國的 也不是中華民國的 請問 我若渡望你的地方 你是我的老闆 我是要救救的人 老闆老闆 救命 救命 我到你家裡 好啊 好亞富 這個土地給你管 哇 開心到 那我的老闆 我的老闆說 好 他委託我管理老闆的土地 這個四五十年以後 我變成老闆 我有管理跟真的老闆來 做買賣的事件 做買賣的事件 這樣有合理嗎 有合理嗎 當然沒有 我啊 不是我的權利 我怎麼會侵佔老闆的土地呢 今天 中華民國 就是這樣啦 就是這樣啦 都沒有到台灣 就沒有到台灣 佔領台灣的土地 撩毆 戰為己有 自己說是台灣 我 中華民國 那個馬營 什麼 還把我們原住民當作人看待 到家裡 我差一點就說 你告家來了 你還把我們當作人 你還沒有到山上了 還沒有出 還沒有出巢了 所以鮑威爾講得非常清楚 台灣是 真正 不是獨立的一個 主體 也沒有享有主權的一個國家 所以 他們的 非常正確肯定的政策 就是 台灣 不是主權的國家 因為主權在 地對 日本天皇 秘書町說 不是日本政府 是日本天皇 所以我們台灣獨立 怎麼可以有公道呢 奇怪 難民的人 跟我們奔透台灣人 是怎麼可以 決定台灣的監督 也是一樣 我剛剛做比喻的 我逃到我的老闆 然後最後我跟老闆來決定老闆的土地 當天不合理 中華民國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 我們 知道 有一條話囉 這就是今天 我們台灣民政府給我們的 最好的活路 我們看 我們看畫面就好了 中華台北 你看那麼多的 喔 有很多高砂族年輕人 打棒球 嚇嚇叫 所以我跟高砂族都 unmiss 不只是打棒球 打籃球 今天有NBA 將來有TBA 美國是NBA 不一定將來我們有TBA 台灣 這樣好嗎 你看川廣啦 幾個高砂族 宜洪開啦 以前打棒球的 本來是全世界 這樣有名的人 結果中華民國沒有繼續栽培 沒有繼續養活他們的家人 沒有繼續來栽培 來尤其他們家庭的生活 當然有跨路啊 有憂慮啊 憂慮變成怎麼樣 很多高砂族的青年 吸一個吸一個我好你感知 到這裡來每次吸一個吸一個 難怪很多都是你們高砂族很會喝酒去酒 我就跟他們說 一樣啦 不是只有高砂族 北對人也是一樣 中國人也是一樣 韓國人也是一樣 吸一個吸一個 所以這些都要改變 台灣民政府 就是改變這樣的陸戲 所以說中華台北 這個才是硝狼 你看都好高興 但是我們看看 這個這個清楚齁 原來蔣介石來到台灣 應該要 站在戰爭法的規定是 要成立平民政府 蔣介石沒有成立平民政府 他改成為台灣長官公署 那李登輝當總統的時候 他本來要 廢神 美國不贊同 可以凍結 一旦廢掉的話 那台灣人民政府也是 會受很大的影響 所以他們也成立了 行政長官公署 沒有成立平民政府 沒有成立軍事政府 成立了警備總部 警備總部是最可怕的 抓你就是抓你 我們體會不出來 我們沒有受到這樣的經驗 所以體會不出來 但是老前輩 我想你們也 你們的親友可能也有這樣的經驗 不過還好 欸這個是誰啊 他可能要準備投降 現在都說 我們是 你們看看那個 中華卡 現在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旅行證件 他要比美國發給我們旅行證件還要早 你們注意一下 這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旅行證件 這個是台胞證 好 你們注意看一下 這個護照跟前面這個護照 這個護照跟前面這個護照 有沒有看這個是長方形的 然後 有沒有一樣 你看他 我注意看他 passport底下 他這邊有這個 所以都是為了吸引我們台灣人民 所以要跟我們的親家 要注意到 秘書長講得清楚 你只要到中國 申請了這個旅行證件 就把你當做中國人看 當做中國人看 所以愛注意 那今天把他們 把這個旅行證件跟中華卡 重要的是要提出和平協議啦 文化統合啦 貨幣啦 經濟啦 強化身份認同啦 然後不要內亂 不要打仗啦 然後政委 一起共同參與 國際的 這個是他們中華卡的 重要的意義 最後就是要吸引 傭的台灣人 不是只騙中國 騙爛台灣人 騙爛台灣人 騙爛台灣籍 要小心 你看有沒有看到他們 秘書長講 這為什麼 他們的黨 黨旗有一半不同的顏色 就是要提出 也是成為 民政府的 就像我們人民政府的一般來看 他們也 馬英九也很清楚 這樣的例子 好這個都看過了 然後我要 我們看一下 外交的 2009年4月的 甘比亞總統 來到台灣的時候 哇 用軍力歡迎 結果到了11月的時候 突然宣佈以台灣斷交 奇怪了 本來是歡迎的 港尼內 然後到11月 全部跟台灣斷交 這樣對嗎 什麼不對 蛤 有知識有看到嗎 出幾班有沒有看過 全部跟台灣斷交 還是跟什麼斷交 對啦 就是條工給你試驗 高級班 你們是高級班 所以我是故意用台灣斷交 實際上他們登記的也是台灣斷交 實際上不是台灣 我們什麼時候跟別的斷交 沒有啦 中華民國 這個就是要考試 不一定軍手有考 但是我不曉得 因為我不是出體的 你看到高興的要命 結果都是凱資外交 對 我要看 我要拿出一個我們的 看看那個中華民國的 對 這個 黨禁 1986年 他們自認為是中華民國新鮮後 第一個體制內成立反對黨 就是民進洞 幫我上一下小菜 那個 這是什麼飯店 原山飯店 1999年5月9號的時候決議的 奇怪咧 國民黨是不是支持民進黨 不是以前啊 沒有啊 民進黨有支持國民黨嗎 有 奇怪 兩黨都彼此反對 竟然 怎麼可以在原山飯店成立 有想到嗎 有沒有想過 原山飯店誰人的 國民黨的 奇怪 反對黨 是怎麼在自己的所在 成立 有沒有詭詐 這就是中華民國的議題兩面了 是是而非了 你看 但是一個 秘書長講得很清楚 因為時間的關係 馬上給你們做 有答案了 成立反對黨 本來就不能在那邊成立 但是 蔣經國說可以 但是一個條件 不能改 國號 中華民國 什麼都可以做 你反對啦 抗議遊行 什麼都可以 但是有 一項條件 中華民國 不能改 所以在 阿扁啊 那時候我們幾年前 我們教會的 長老教會 也是支持阿扁啊 第二任的時候 stone 台後 台灣共港 好 好 在那邊 孫子 哦 我也是 Spy 民友 if 就是中华民国连任的时候宣誓 我是中华民国第几任总统 我要实现中华民国 我要效忠中华民国 实现帮助中华民国国民 他们也讲说台湾人民 然后他宣誓了这个四条 只要违背誓约当中的一条 一百空四条在那儿等 一百空四条是哪一条你知道吗 除了判案罪死刑一条了 所以我最喜欢 我其他的台语可能讲得没练中 但是这一句话我很喜欢讲 阿宾我两千年的时候我也把圣经 我们高砂族打烟的那个包包 有那个疼有请面 我也给阿扁总统在马戒医院的时候 我代表长老教会 因为他们说很像 所以他们以后 我开过刀了 所以我现在很瘦 那时候两千年胖胖哦 没有那么瘦 还没有开刀的时候 所以他们说我们几个教会说 阿扁总统来了 那阿扁怎么说 我没当做就是没当做 是怎么没当做 一百空四条在那儿等我 我我没当改中华民国的国家 我没当做这件 我不能自宪啊 怎么把中华民国自宪呢 把成为台湾自宪的宪法 也不能改国号 我没当做就是没当做 就是这样啦 有没有标准 只有这句话标准 只有讲这句话才标准 其他不标准的讲台语的 没关系 也是要继续訓練 这样好吗 所以你们去哪里到 别的地方到高山寺 也是同样 学习一句话 两句话的高山寺的学习 这样还有困难吗 我实在已经硬着头皮 讲台语了 讲学习也没要好说 所以同样的 在这种情况呢 我们看看刚刚谈到的选举 这个都是一样 那关键性特别是贪污 贪污来看一下 这个都是法条了 我想大家都清楚 日暑美战 这样有研导吗 有哦 他真的很辛苦 我们再次鼓励他 这个都是我们参加台湾民政府的一个证据 我们才有进行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到美国 用高山寺的 这是三年前的 这个是去年 好你看这个是都是 有没有看到这个 民国二十五年八月 这是碧坛哦 台北的碧坛 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 不 民国二十五年中华民国来了吗 奇怪 就是这样了 连书花公路 他说 这个是我们农民做的 日本早就已经开了 日本早就已经开了 好我要看那个最后几张的图画 然后时间 你看这个清晋农场违法的都在做 你看 6108亿 那是以前中国人退退休的将军 然后终身吃掉 30年吃掉6000亿 然后有很多 盖了28户豪宅 都是中国人在那边吃 你看二级上将什么都来 这个我们 我们现在 难民的一万九 一万七的一个月 我们台湾能达这 三千七千 所以将来 我们的蓝图呢 都要靠大家 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心 把台湾 给我再一分钟 已经时间超过了 这个以后 我们会继续发扬高沙族的文化 我们都可以彼此享受 各族群都有 紧碎的所在 都是在台湾 你看 玉山山脉 这个都是大家 大坝尖山 很漂亮 这个是每一个军手 在那边继续混淆 所以希望大家都参加 你附近的军手 还有各州的活动 你看 蓝羽 这都是 我们台湾是 很漂亮的地方 都要你我参与 这样好不好 好的 谢谢 各位同心 我们下課的休息 这些課的休息 20分 休息到 3.50分 3.50分 今天是上課 3.50分 休息到3.50分 请准时进教室上课 3.50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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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